卻突然 一陣天旋地转 人车已经倒地 被什么给袭击 仔细看当下骑士 骑在货车后方 棚子打到上方的竹子 就像栅栏往下降 当场把骑士打倒 刚好那个货车 撞到那个竹子 因为那个竹子是有点斜 然后它在山上的土里面的 想说要躲 可是躲不掉 它就顺着车头直接往上 打到我上半身的部分 然后竹子就直接 把我从车上直接拽下来 凶手就是他 这竹又粗又长 骑士胸口被重疾淤血 摔车多处擦措伤 事发在新北市新庄 寿山路上 骑士意外被竹子击落 连花11万才刚买一个月的爱车 也被刮花 当下很难过 也不是伤势 就是车摔到很心痛 我也是很怕路边那种树木 会有东西会再掉下来之类的 就是有点心理阴影 这杆天降竹子就是你我会吃的低顺 长大后就是你我山路常看到的竹子 这款马竹赶高可达20公尺 近20公分 而且一杆竹子可能重达10公斤以上 货车司机是否过失 还有待赵泽调查理清 而这回自身竹子属于区公所管辖 虽然定期修剪 但老化的竹子得再多注意 就怕又一杆子打翻一台车 冬生机会发继续前在新北市报道